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水废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但是真正潜入湖里会令人寒毛竖起 图 美丽的特鲁克谢湖图 特鲁克谢湖的位置因为这座湖底深藏着一支世界上最大的幽灵舰队 幽灵舰队的主人是二战时期的日本 图 幽灵战舰一战后 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到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委任统治权 日本人为群岛取了四级猪岛 七要猪岛的日本名字 煞费苦心的建造道路和机场 二战爆发后 日本人把这里化为绝对国防圈 建造了五个机场 水上飞机基地 鱼雷艇站 潜艇维修站 通信中心 雷达站 站好或洞穴 特鲁克泄湖作为一个避风两港 成为日本在太平洋的最大海军毛地之一 巅峰期驻扎了大部分主力舰队 图 1943年停泊特鲁克泄湖的日军战略舰大河号和武藏号战争打的1944年头 美军占领了附近的马绍尔群岛后 日本人担心特鲁克泄湖遭到空袭 撤离了较大的母舰和战略舰 图 美军空袭特鲁克泄湖 1944年2月17日 美国海军发起海尔斯通行动 空袭加上地面部队进攻 短短两天里 摧毁了日军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主要基地 击沉了大约50艘日本船只 轻型巡洋舰 驱逐舰 辅助舰 运输船等 击毁了250架日本飞机 随船沉默的日军战死者超过7000人 仅仅一艘运输船 就有数百名被困在货舱内的日本兵丧生 图 密克罗尼西亚群岛遭空袭的空中俯拍照片图 日军运输船爱国丸被击中爆炸的一顺美军的猛烈空袭 让特鲁克泄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船舶目的 许多日本臣 船都载满了军事货物 有轰炸机 战斗机 坦克 推土机 铁路汽车 摩托车 鱼雷 地雷 炸弹 弹药 还有成千上万的新武器和其他设备 特鲁克泄湖海军基地 就此一蹶不振 直到二战结束 一直沦为微不足道的日军小基地 而沉入湖底的船舶遗海 至今竟悄悄地深藏湖底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坦克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大炮 1969年 一个法国探险家率领团队潜入湖底 拍摄了一个关于战舰遗骸的电视纪录片 使这个地方顿时声明大造 披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废潜水爱好者 图 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在十五米以下的湖底 透过清澈的湖水 潜水员可以轻松游过战舰残骸的甲板 与被水生动植物堆砌的坦克和飞机合影 不时能看到日本兵的恐怖遗骸 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汽车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飞机特鲁克泄湖的幽灵沉船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给这个太平洋小国带 来了数不清的旅游收益 但也带来了安全隐患 毕竟无数桶石油 化学品 以及弹药都含有有害物质 甚至有潜水员声称 看到了一次幽灵 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防毒面具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弹药 因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和幽灵传说 在国外媒体评选的世界十大最恐怖之地的排行榜上 特鲁克泄湖高居第二 不过 如此多的日本战舰和日本兵残骸成为观光对象 对日本就比较尴尬了 图 岛上的日本战美者魏灵杯图 日本搜狗组织近几十年来 日本游客成为密克罗尼西亚旅游业的支柱 但日本人的主要目的是建造魏灵杯和收集赞美者遗骨 不过 这项费时费力的收集工作很不容易 据统计 日本的民间搜狗组织在八十年代 只收集到三百七十九具遗骨 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遗骸图 深藏湖底的日军私人物品 时至今日 幽灵舰队仍维持原样 数以千计的日本兵一股仍默默地躺在湖底 参考资料 神秘的特鲁克泄湖幽灵舰队 特鲁克泄湖 最大的海底墓地 赞美者的一股收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